第二百六十九集望线两人相拥而眠,猛龙之间,两人仿佛看到一个镜像,在一个山坳里,有一群衣衫蓝旅的人正在劳作,有的人在种地,有的人在搭房子,而那个少年魏无羡正在地里和小阿院玩种萝卜,少年魏无羡说,那就种小朋友呗,多浇点水,多浇点肥,多晒点太阳,就能种出好多的小朋友来了。 小阿院说,我要三个小哥哥,两个小姐姐,他们跟我长得一样吗?还是跟萝卜长得一样?一会儿,蓝旺鸡又恍惚看到,在一条街上,人来人往热闹飞长,少年蓝旺鸡独自一人恍然地走着,突然,他的腿被人抱住了,低头一看是小阿院,阿院抱着他直哭,周围的人都误以为蓝旺鸡是他的父亲。 蓝旺鸡不知所措,看着大哭的阿院,又不忍甩开他,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,只听一声喊,蓝湛,迎面而来的是魏无羡笑脸,一脸的喜悦如春花一正开,魏无羡抱起阿院,蓝旺鸡迟疑地问他,这孩子,魏无羡说,我生的。 一阵笛声隐隐响起,时段时序,是望线那首曲子,蓝旺鸡悠悠醒来,恍惚之间,他看了看怀里的魏无羡,心里一阵释然,如果是这样,无话可说。 蓝旺鸡把魏无羡紧紧地搂进怀里,只要他在,就什么都好。 又过了一阵,蓝旺鸡突然觉得,他双脚的被子被轻轻地掀开,有什么软绵绵的东西,触碰到他的脚底。 他吓了一跳腿一缩坐了起来,发现被子鼓了一个包,而那个包还在往上蠕动起来。 是什么?蓝旺鸡一把掀开了被子,魏无羡吓了一跳也坐了起来,揉了揉眼间打开了床头灯,只见阿怨爬在床上,眼里是泪吐着哭腔说,魏叔叔,我怕,我要跟你睡。 魏无羡赶忙不迭抱过了阿怨就往被窝里面藏。 好了好了阿怨别怕,一起睡一起睡,蓝湛,一起睡。 蓝旺鸡瞬间实话,本来两人甜甜蜜蜜相拥而眠。 这会三更半夜来个第三者插足,这让蓝旺鸡心里一睹又无法发泄。 他不能说什么,待在那里一动不动,魏无羡睡眼惺忪,伸手一拉,蓝湛,一起睡。 蓝旺鸡床上一刀,闭上眼睛半点睡意也没有。 魏叔叔,抱紧我。 好,抱紧了。 蓝旺鸡扯过被子,扭伸转过一边去,把后背给魏无羡。 魏无羡一阵怯笑,轻轻拉过被子搬过蓝旺鸡的肩膀把他翻过来。 蓝湛,抱着我,才能活。 不必,不行,我要你抱着我才能睡,你不抱我我睡不着。 魏无羡撒起了胶,用屁股顶了顶蓝旺鸡的身体。 蓝旺鸡本能地往外一移。 你,抱着他。 没关系,我们现在是一家人。 我抱着他,你抱着我就行。 阿愿还不适应新环境。 你先让着他点,过几天他适应了,我就让他一个人睡。 蓝旺鸡听了不置可否,也没有动作。 魏无羡懦懦地叫着,快点,抱紧我。 阿愿在被窝里以奶生奶气学了一句,快点抱紧我。 蓝旺鸡提笑皆非,动作迟缓地伸出手,把魏无羡懦懦记怀里,魏无羡把阿愿懦记怀里。 三个人就像套头娃娃一样,侧着身慢慢入睡。 这一晚上,望线两人都睡得不踏实,不要说阿愿不习惯,其实他们俩更不习惯,以前两人世界要怎么抱怎么折腾都可以。 现在阿愿在,怕吵醒他,怕他发现什么,不敢乱动,连翻个身都小心翼翼,不舒服,不自在,但没办法。 晨光出路,蓝旺鸡微微睁开眼,看着眼前的魏无羡和阿愿,大脸靠着小脸,温暖而甜静,心底不觉涌起一股柔情,他细细地打量着阿愿的脸,那张稚嫩的脸无忧无虑地睡着,小嘴不时动上一动,献出一丝浅笑,那种纯净与天真让人无不爱怜。 蓝旺鸡轻轻叹了口气,起床去做早餐,食指不沾阳春水的蓝旺鸡,喂了魏无羡,他学会了做饭,这会儿,又增加了另一个服务的对象,他洗了一把生菜,切了点肉丝,把冰箱里的生煎包拿了出来,等魏无羡和阿愿醒了,给他们做面条和生煎包吃,而给自己做了一点白粥,一点小菜,清清爽爽早餐就问题解决了。 魏无羡还在呼呼大睡,小阿愿却醒了,他一睁开眼看到魏无羡的下巴和嘴唇,阿愿伸出小手拍了拍魏无羡的脸,魏叔叔,起床了,阿愿醒了,魏无羡扭开了脸了一声不动,阿愿不放弃,又捏了捏魏无羡的脸,魏叔叔,起床,天亮了,魏无羡皱了皱眉头哼了一句,蓝湛,让我再睡惠儿吗? 魏叔叔,我是阿愿,天亮了会计床,阿愿起而不舍,又推了推魏无羡的胸脯,魏无羡不情不愿地睁开了眼,看到眼前是一张小孩的脸,有点恍惚,他揉了揉眼睛,摇了摇头,努力让自己的头脑清醒一点。 这是怎么回事,蓝湛呢?蓝湛,魏无羡终于叫了出来,怎么床上不是蓝望鸡而是个小孩? 叔叔,我是阿愿,阿愿积极地做自我介绍,魏无羡沉睡的大脑终于清醒了过来。 阿愿,早上好,早上好,魏叔叔,魏英,醒了。 蓝望鸡闻声走了过来,看到床上两个人都醒了,他过去拿了阿愿的衣服过来给他穿上,魏无羡也爬了起来,揽住了他的腰蹭了蹭,蓝湛。 蓝望鸡正想抱住亲一下,一定神,停住了动作。 不可以,阿愿,你会自己刷牙洗脸吗?魏无羡问,会啊,我会很多事情呢,我会扫地折衣服呢。 那好,现在你先回你的房间刷牙洗脸,一会儿吃早餐。 魏无羡说对他,阿愿一听高高兴兴的,就往隔壁房间走去,蓝望鸡跟在他后面,急使把门关上,锁紧,然后回转身来抱住了魏无羡往他的唇上,急急吻了上去。